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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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 Mex شغ� 那這邊要再報告一下 就是我這次 新途台灣慕芝要請賽的 這個獎金跟營運至今 就是 即施的11月加12月的慕芝 還有這個 我們現在目前推取這個頻道 截至目前為止12月的一些 小氣墊還有訂閱 還有廣告收益 這個比賽全部的獎金 最小會有375,000萬 那目前的獎金預算為3萬4 那如果沒有達成募資的目標的話呢 我們的藍兔會自己掏錢 拜託各位爸爸不要在那... 藍兔的桿已經壞掉了 不要再讓他去賣剩了好嗎 對 他去看沒東西可以賣了 對所以如果你有餘裕的話呢 可以透過可以透過訂閱 或者是那個資資上面的募資平台 來對我們做一些支持跟一些經援 那我們非常感謝你 其實我們每次結束以後 都會有感謝乾爹的一些名單畫面 如果你有贊助的話可以在上面看到你 那同時間也可以獲得 像NICE、RX、他們的一些簽名明信片或者是RP之類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持續支持 藍兔公司製作這個星圖 目前也是艱辛的到了1P19 我們又經過了辛苦的一年了 對今年家庭回來要終於要 禮拜六打完就今年就結束了 那還會繼續下去啦 還會繼續下去啦 我們還會繼續辛苦下去 對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感覺就很像是那個 韓國的奧林姆一樣有點像 對 當然就是 但我們的資源比較少一點 他們畢竟他們有很多優秀的選手 然後我們就是要培養我們優秀的選手 我們也有很多很邪的選手啊 我們選手本來都一本正經的 上了主播來之後 每個都開始怪怪的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 為什麼要訂閱新圖 為什麼要相信 什麼你在攻殺鬼 訂閱新圖是 你為台灣新來出一份力量好不好 對 一人一人一塊不嫌少 啊你相不相信我沒有關係 信我就信 他不信也沒關係對不對 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準備要進入比賽了 第一張地圖是什麼 雷鳥 打出雷鳥 那我覺得Race還是有點機會 所以我覺得今天理論上 我覺得應該是個5比2吧 好 你是下5比2 欸Patience現在是幾分啊 你打開他賬號 你看一下6600分而已啊 沒有 你現在對於6600已經是 你現在對於6600已經是 反話嗎 沒多高啊對不對 沒多高啊 6600而已 AD就要這場人過來 跟我們打啦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的啦 現在中獅十幾名我看一下 中獅11名而已啊 6600而已啦 有點囂張啦 有點囂張 還可以啦還可以 還可以 我相信Race大神已經可以了 所以他現在 目前我們來看一下Race 我們來看一下幾分 現在 現在 6096 差了500分而已 沒錯 還好啦 500分 最近重組這麼厲害 對啊 我跟你講今天Patience狀態不好 扣200分 我們Race狀態正好 再加200分 然後 地圖優勢再加200分 一負一陣 然後 對 那就 那Race就有機會 戰勝Patience 沒錯 而且現在 重組 重組現在打神族 是真的蠻給力的啊 現在不好打的都是在騙自己你知道嗎 我們看Race大大是用他大哥的頭像 洛格 洛格 洛格今年可是很有冠軍相的喔 你把我搭Sero放在哪裡去 Sero很強 但是ZVD內戰 洛格有機會 蛤 就是ZVD內戰不是才沒有什麼機會嗎 沒有 我覺得Sero最弱一點的是ZVD內戰 蛤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他在歐洲重溫活下來的機曜石 唉唷 你想想看他兩次WCG 兩次WCS 都是輸給雷諾 而且他去年 你不只輸給一個人 你先聽我說 他去年 全部的冰死戰 全部都是重組 他跟他姐小組在打到 他2比1落後 他逆轉 然後 忘記打誰也是 快死快死 反正我是覺得神 我反正是覺得神族跟人類打他比較沒勝算 我覺得人類只有 韓國的人類有機會啦 飛韓的就都去排這史 其實我看了以後我覺得韓國 像現在不是只有一個馬路嗎 我覺得馬路打不太贏他 我認真說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不好說 我相信他們是有 我相信他們是有機會的 因為你要想馬路的對手 馬路的隊友 對連對象也是弱格 你要想馬路也要先 想辦法做到關他的局 因為他的第一場對手 他第一場對手是Duck 我跟你講他能過Duck 我就相信他有機會多關 靠北他上次就倒在Duck身上 所以我就說他能夠了 我就相信他能多關 這叫所謂投過生就過你知道嗎 也是 我記得他過了好像又要打Classic 有可能會打Classic跟誰啊 我忘記了 Classic跟ROG 阿靠 媽的 你頭過生就過啦 你今天過了 他那下半區那麼血腥怎麼辦吧 太血腥了啦 他那下半區很恐怖你知道嗎 Classic ROG 可是說老實話 這次不是雖然四個重組都小組第一 雖然四個重組都分開吧對不對 但我真的覺得四強有機會 我只講有機會只有一個重組 喔 確實 我覺得真的有機會 另外三個都正完 不過我也不意外啦 對 你意外嗎 蛤 你意外嗎 大家都在喊四強是D啊 但我看了那個對陣 我就覺得真的不一定會是D啊 喔 好 我們回到比賽喔 在第五左上方 是我們的JRGW的REX大道 這邊是一個裸上速上開 那我們的地圖右下方則是 韓國的黑血腥 黑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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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對之前好像有一陣子戰隊聯賽會跟那個 就是三國的人物去做聯名 他們就是河北市庭駐你知道嗎 就是你有讀過三國圓一嗎 就是那個河北不是袁紹嗎 他們的老闆就叫袁紹 所以他就是底下的大將炎良 然後他們的impact叫文酒 雖然說他挑這幾個在前期三國之都還蠻強的 但是中 也是死得很少你知道嗎 那個不就是 那個不就是 那個不就是關羽喝了一杯酒 喝了一杯那個什麼 沒有喝一杯酒 就走過去然後呢 走過去然後他們頭就倒地了嘛 三國圓一不是這樣寫的嗎 對啊 就一杯酒都還沒有喝 這雨可能很強啦 但是 但是在三國的世界裡面 感覺上是有點菜你知道嗎 應該說比一般武將還要強 對啊 他們是前期的小boss 跟動漫一樣前期的小boss 對對對 就是這種感覺 但是打到後期就不太行 噢 黑血腥這邊看起來感覺像要用 他們最近 你最近PVZ就分兩個體系喔 一個是 像現在PATRENT走的這種就是 所謂的SUPER流 SUPER流就是 等一下可能先一個人進 然後他不會第一時間出門 他又點一個不朽 然後還有一個OP是他才會出門 你不是說這個東西最早是 那個誰啊 那個Party用的嗎 沒有沒有 這又變種 就是這個VI卡一直在變種 最新的那個 對不對 我們要放在這裡 最早用的人叫SUPER 他把大家給捅了嗎 都不認得 然後之後呢 這招大概就會在誰的身上出現呢 像什麼 Parting啊 Patience啊 SUPER啊 這種 就是韓國比較 中前段的神族很容易出現 但頂端的還是在玩PS 或是引到 了解 聽你這樣講 其實SUPER他很有想法 因為他其實 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流派 其實在 神族的 對戰歷史上 還蠻常見的 而且都是很簡單 又很暴力的那種 對啊 像我之前說那個 傻爆兵的那個 三礦基本兵也是他發明的 對 最早就是他先用的啊 對啊 他有一段時間 是世界第一PBT好嗎 也是啊 他 他就囂張一段時間 然後就再 不見了 對啊 他們紀錄賽打KZ打P1的時候 他上去就會被太子打一個255 嗯 真是慘 好這邊是一個 士兵營 VR 那這邊 他等一下大概會在5分半的時候 大概會有三個不朽 然後他會三個不朽的時候 帶一拱 然後現在都還在做假象 因為 我剛剛說的就是 比較中段的神族 他們會喜歡用這種東西 中前段神他們會喜歡用這種東西 是因為就是 這種東西很容易讓充足 就是 就是 就如果你的硬底值不夠強的充足 你可能 很容易進入他的節奏 就是你一不小心多爆兵 或是你一不小心爆太少 你可能就一波被弄死 所以這打法就比較吃兩邊的基本功這樣子 但你這樣 這種打法的話就是 他的臺命點的話就是 一攻 一攻先推一波 然後之後再來就是什麼 二攻推一波這種 嗯 也算是有給 類似那種波浪式的壓力啦 對 就是壓力會給出 這種打法有點壓力會給出 缺點就是他的那個經濟普遍不會太好 但他會讓充足的經濟跟他一樣差 喔這個 這個地場好像 有動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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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地場是有失誤啊 蠻多動耶 你看Rex Rex 遇到這一招你看他就很明顯就是 很了解你知道嗎 就看起來完全不急的那種 但是這個這個 欸你頂出去不太好吧 頂出去泡泡 那這樣哪個不小欸 欸 我跟你講這地場有動耶 哇 好可惜喔 再多一個地場這三個都ban不見了 右下方的動真的是很大pen喔 還有畫 那看來 這波送完的話 而且用這一招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缺點就是在於說 他的每一波兵都是受不得的 他那一波打的時候他至少要跟對面換的七七八八 就是你要換到對面經濟的情況下你兵才能受 都是像這種 只單純兵換兵 然後你兵沒了 那你這盤就超級難打 因為你後面就完全沒亞之力了 我怎麼可能是余擊呢 我要也是至少是張角等級的好嗎 不要這樣 三國裡面 三國裡面有專精法術的人嗎 就那個啊 張角不就寫到嗎 黃金冰的那個啊 喔 就是那個嘛 所以你就是那個 拿一隻棋出來 然後那不就跟現在那個 那個紫衣神叫西服一樣嗎 呵呵呵 不是 不要這樣講啦 我是正義 所以你就是三國子彈的西服 好不好 我是正義的夥伴 你不要在那邊 不是啊你就是西服啊 看我們比對到現在 你就是西服不是嗎 欸我這邊又吃了一堆哨兵欸 我的天 哇 又送一波 哇 我期待已經沒吃到 他快被飛龍騎在臉上了你知道 嗯 喔 不過這邊追力好像有點多喔 有黃 現在瑞士的人本來是領先的 看起來還可以 該吃一下 因為這次沒有慘追的喔 所以 基本上可以趁對方陣型不好的時候 或拉開 拉掉的時候可以吃他的那個 喔 又吃一隻不小漂亮 喔 這個又被吃過 今天瑞士要贏 感覺有機會 現在殺成這個樣子的話 哇 感覺蟲族也沒有到 特別的 特別的好 感覺就 小小 喔 但是如果這座兵在吃 吃的話 欸等等 中地場失誤了 我跟你說 但是 把這座兵吃了蟲族就很優了 那神族這邊有一把 所以他比較沒有辦法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剛剛那個 狗 沒有狗你知道嗎 有狗的話就貼上去了 有狗的話就貼上去了 有 那這樣打成這樣 那我就覺得從座兵就吃了 我現在只要有辦法把他錢花掉 我們就很難倒 花 我覺得瑞士這邊怎麼餘這麼多錢 一千塊 那 因為主要是他吃基地沒有開出來 所以 他的那個卵是不夠的 因為你看他很多都在按狗 所以他的錢 他的資源是花不掉 他少一個基地 其實我覺得這時候可以直接把武礦甩出去吧 因為畢竟他是龍狗毒爆 他龍狗毒爆無限幻家 好這邊人進出去了 那我們看一下 那 瑞士的飛龍燒到怎麼樣 這個 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等一下飛龍再繼續下去 他過一個臨界點 就是 可能什麼20隻 30隻之後 那就不是追劣可以打的一個數量 那 PATIENCE就要在 這20隻30隻飛龍成型前 他要去把重力波打死 或者是他有辦法轉出多VS的風 又或者是瑞士15 不然的話 這波就會很難打 這邊幫你冷靜 點掉 漂亮 這就是從韓國學回來的技術 反而有實力 其實就只是被 被那個 王蟲看到而已 你也做得到 以前可能 他可能會沒有注意到 現在他進步了 他注意到 現在瑞士已經來到 看到200人口了 同時間 二攻 PATIENCE就要選擇 大量鳳王 那他接下來就是 不會鎖一輩子 他這輩子都不會出門 那 換瑞士要打一波 不要送不要送 快跑 飛龍快跑 快跑 快跑 跑正面A上去 兵不夠 正面沒有 沒動力打狗了 哇 最後都在後面 哇 這邊毒爆很多 硬撞 哇 就直接打死 哇 我們瑞士大大 第一場就贏了欸 不愧是 在韓國 受過訓練的 瑞士大大 跟神一樣 看看他的頭像是誰 洛洛哥欸 打成那隊 已經還打到了喔 哇 40龍 這基本上 飛龍送光也無所謂喔 不痛不癢 這已經沒區別 你知道嗎 這撐住只在堅持而已 哇 我們瑞士現在 已經可以打贏 TESSIONS喔 這麼囂張 我們瑞士很強的 瑞士先拿下一分 我知道 拜託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瑞士 瑞士只是會緊張 他Lag 我覺得我們有高機率 要去美服了 你知道最近 可能最近鯊魚肚子餓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最近三不五十 可能都在咬電 就是可能 最近他沒吃飽 最近最近的台灣連韓國 是台灣連韓國 就是我們如果打韓服 就是我們換成PATIENTS這個PIN 然後PATIENTS他們打台服 就換成他們這個PIN 但以前是 我們連過去 我們比較卡一點 但他們連我們不卡 然後現在是 他們連我們 他們卡 然後我們連他們我們卡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偷偷 對因為剛好我們有看那個 我們剛好看那個PATIENTS他有說 他現在我們 他現在打我們是180PIN 其實180PIN 就非常高 其實我們打他們也是180PIN 現在啦 所以我們現在是 所以我們現在是 我們要去NLA對不對 對對對 沒有我們 我們開始 因為我們把伺服器都 設在台灣 所以我們 收天P 有高機率 都是我們的伺服器在玩 對 但是也有是 也有低機率是 有時候我們進去會卡 因為我們的伺服器 是變成他那邊 沒有因為爆水 他會就是 讓兩個人 就假如說有一個人是 有一個人連他會是80PIN 有一個人連是30PIN 那他就會選擇 讓有30PIN的那個人 比較延期這樣子 所以我們打韓服 通常會打台服比較多 但有些人呢對不對 他們會 他們直接會去控制台裡面 例如說我屏蔽台服來台P 那他就永遠不會打到台服 他們有些人就會做這種事情 例如什麼嘎姐啊 什麼 之前來韓國住過什麼 歐美人啊 什麼Denver啊 Kalem啊 這些人啊 都會每天搞這種事情 打了我們就一把虎 喔有了 哇 謝謝木琴沛大大 又送了一份新的訂閱 感謝 感謝 木琴沛大大 看到 Kalem問這句話 你就知道他多少沒練 多少天沒練過席 這兩個禮拜都長這個樣子 你看我們從他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多久沒有好好練習過 好像是齁 最近都去享受人生去了 我打不過Patience的啊 因為我PVP不強 然後PVP是他最強的對抗 他其實他打韓服 你看他6600分 但他打重數勝率很 他打重數勝率好像還不到50% 那你就知道另外兩個對抗要有多強 他才可以把他拉到那個分數 然後大重數還不夠厲害 我們比賽要再開始喔 我們現在已經跑到了這個M2伺服器喔 沒錯 我們現在在美孚 那地圖是寒冬之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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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對的阿 希望還是OG 老怕 蛤 OG喔 OP LP 喔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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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好喔 在右下方呢 這是Gina的Guinwins的 REX 190 喔 哇 我記得我那天打的時候 我也沒那麼誇張 我記得我那天跟邦尼打的時候 我是 一百 一百六 天浮誇 然後配券實施一百七 那看來 那好 那就大家一起咖啡 要不然怎麼辦 好扯喔 沒有啦 最近鯊魚肚子餓了 大家最近不要在海洋裡面丟垃圾 你看鯊魚都沒有食物吃了 他只要去咬店阿 你為什麼要移除906的處分阿 恩 我們只是 禁言一下 但是我們要讓他還是可以繼續發言阿 喔 我們這邊又不是那個 對 我們這邊又不是那個 我們又不是虐待人為了 對不對 沒有阿 是他喜歡被我們虐待阿 你邊他是在滿足他的需求 他靠心都還來不及了 怎麼會討厭你 不能這樣子我們要尊重人權 唉 他本來就沒什麼人權可言好嗎 他是禽獸 在你眼中他已經 連人都不是有 來916 望兩聲來聽聽 哇 你跟他關係好 你跟他關係好 齁 齁 好難形容喔 你們兩個關係是什麼 你們可以說一下嗎 沒有阿 就祖蟲阿 祖蟲 喔所以你是族人 他是 他是仆人 不是啦 那大家都是大族人 他是你的奴隸這樣子 也不算奴隸啦 就 會望兩聲來聽聽那種感覺 所以他是你的 Dog Yup 那 喔好 沒事 916是男的對吧 不然他是什麼 你覺得沒有沒有他不是男的 他是畜生 他是 那我換官方他是弓的吧 當然阿 他是弓的 所以你有一個弓的Dog 哈哈哈哈 金老師你的屁號還是很特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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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什麼屁號 這完全都是為了 為了迎合我們906大大 906大大是嗎 我們看一下這邊教室進來 看一下 不過這邊已經有狗了 欸 好像要上來了喔 一隻 兩隻 沒有 喔 這個 最近很多蟲族喔 都很喜歡 在這種比較大的地圖上面 狗數不提 直接去 神奇數 奇數王蟲 因為奇數王蟲真的太美了 然後他們會看你後面的開機 就決定狗獲不要補上去 但這東西看起來好像下版本要再見了 奇數王蟲這東西 暴雪昨天又發了一個新的 他說奇數王蟲的東西 其實他們也覺得有點白癡 他們又要趕回來 我放部隊 射到攻擊 可是不是都是 伯利加抗結束才會嗎 應該理論上都要 都會伯利加抗結束之後 再過個兩三個星期 就是至少是11月底的事情 然後他們會大概那個時候 改版 然後改版那時候 就是他們會上一個很大的改動 然後他們就什麼都不管 然後這什麼都不管 他們就去放假了 然後他們就放假到什麼 聖誕節結束 因為他們聖誕節他們過年 他們過完年他們才回來 然後再來看看玩家抱怨什麼事情 像那個時候什麼 七色層的刺蛇 什麼 反正一些什麼很不合理的東西 都那種都出現了 啊 75塊的電池 然後25%加速 厚 我的天 那些 那時候什麼 非常BUG的東西 都是那個時候出現的 然後那些人就把這些東西丟了 丟上來 然後之後他們就去放假了 然後就讓我們回家自己痛苦 好 有什麼事情呢 等他們回來再說 唉 算了 最近這個 各 BD的各種 跟動都 讓人家傻眼 然後 欸 沒有不然其實 性害很多都是改 改回來改回來 就是 原本太強了然後改弱 然後突然又改回來 因為他們沒有加新單位 他們只能從數值上去調啦 但是你 如果你不小心動了一個 碳白色的東西 例如說你動了像 提出王童的東西 那 你這東西你一定要處理的啊 你要嘛就是把其他單位 其他種族的單位加強 但是你動了其他種族的單位 你是要動太多東西 那我肯定把這改回來 最緊張 OK 好 這邊進來 哇 又吃一波上冰 哇 全是漂亮 哇 這個這吃得好 真的要贏 如果覺得瑞斯打VR開來 就比較厲害 尤其他跟這種流程 因為他 平常是跟帕婷在練習 所以 你知道嗎 帕婷跟帕婷兩個 如果都走一樣的流程 那帕婷的操作 是不是比帕婷的好 那 他平常的對手 可能都是什麼 他平常對面都是一個 大BOSS在練習對不對 然後現在換一個小BOSS 他打就會比較輕鬆 得心應手是不是 對 就比較得心應手 你看看這邊補到六、九龍 我天啊 會不會被打死啊 他怎麼什麼都沒有啊 你還一波來耶 他什麼都沒有耶 我天啊 我覺得剛剛那一波狗殺四哨兵太重要了 因為他現在只殺四哨兵 力場我剛剛目測的大概剩四到五吧 他只要騙第一發力場 直接的神主就揹去 但是 我覺得衝突一下很危險耶 我覺得衝突 有機會要死了耶 為什麼他的帳槽在那邊啊 我怕被點掉 你知道他 補到七十個龍 你知道嗎 如果他是不能守護 他這盤絕對 在潛力他這模樣能守護 有點恐怖 太多啦 喔這有個包夾 好 包夾 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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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進掉了 炸掉 可以可以可以 不要人技巧就代表一件事情 這遊戲結束了 還不知道結束啦 因為 patches 因為 不會 因為race這邊死了15個Nomi 重圖現在還是很優但是 神豬是能打的 就是至少神豬他有一個機會就等於他的一防跟他的 提速差好那台幣也是怕有機會 不過這邊 參加就是要反壓囉 9023對你不排除不夠 我剛剛有他要打掉耶 他要打掉什麼 打到那個岩石 其實這時候 Race應該會 Race應該是走過來然後晃一下 可以笑一下 然後後面勸他 你看 現在要7級的時候 他現在又要跟剛剛上一盤一樣 他又想要打算 轉一個龍狗 嗯 其實Race剛剛農民是補的有點多啦 但是 驚險守住15隻 就變成說他剛剛補的農民其實就 還好 就是變成說其實這個局勢他是 你可以 從 從上面上去看喔 現在Race又刷他其實是農 這機器 其實比這個patches好非常多 你看人的農民 更大的問題 是 patches有他真的是角度 所以 等一下 飛龍出來的時候呢 他是沒有任何東西打飛龍的 他只能騎到就是他這一波 他能一拳直接把 哇這八條狗 竟然沒有頭 他不拳這八條狗的啊 也是啊 他現在就是有拳任性 喔這個火 丟得很漂亮但是沒有中 好Patches一波來了一波來了 Race也按了大量的 火蟑螂然後變成毒爆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要守住這一波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雖然對面有一攻一 喔這個呢 還是我們Race 可以 還是我們Race現在習得了聖哥的精神 先把農民按太多 然後農民當戰鬥單位 沒有 送多少沒關係我就補多少 就是先補 先補再說 你把我打死就打死 打不死 不好意思 他你要死 好這邊 哨兵用光囉 哨兵用光囉 這已經沒立場啦 你打不過後續重途出來的兵啊 這三個不朽難道有辦法逆天嗎 重途現在人口 有點小危險喔 喔 好像還是有點機會喔 這一攻板這麼厲害的嗎 喔不會 就這樣打死吧 太浮誇了唄 喔沒有應該是不會吧 不至於 吧 但我覺得好像 人靜不能掉 人靜不要掉就 我的天 喔不會刷出來了刷出來了 沒事沒事刷出來了 刷出來了有機會有機會打卷 欸這一波領先 領先六十人口了欸 這是個神奇的畫面 文靜把他弄掉了 瑞士達出了GG 恭喜Petious 搬回一城 皮書贊成1比1拼鎖 這就是神族嗎 難怪神族要被樂服 那麼贏吧 落後人家五十人口都能贏 還贏吧 我怎麼覺得你講的不是心裡話 真實贏吧這種 平 落後人家五十人口都能贏 還贏吧 他說他兩百四十屁 誰兩百四十屁 那個Rex Rex 那怎麼辦 兩百四十屁基本上是 沒辦法打 兩百四十屁就是沒有動 就是不能動啊 兩百四十屁這 難怪他的蟑螂都在原地發呆 為什麼他剛剛那火 因為體牙剛剛那火蟑螂 是只要往後甩他就贏 但是他的火蟑螂都站在那邊 然後給他A 對 我們這邊看一下好像 我們要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PATIOUS好像有事情 他說要去什麼 這個單字叫什麼 他講什麼單字 PIN給我聽他 你看個聊天室這麼困難 我沒看到啊 我不在聊天室 T O I L E T 廁所 喔廁所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吧 等一下 他回來的時候我們忙回來 希望這個PIN會好一點 PIN會 pilo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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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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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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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他的眼神看著你的時候 你真的是心裡會發汗 好恐怖 你知道我之前看過一個文章 你如果坐在電視前面看電視 然後貓如果他在電視上面看著你 他是在看一具屍體 就從貓的視角看出來 他是看一具屍體 看了好恐怖 好恐怖 那時候看到這位毛骨悚然 讓我都不敢養貓 貓咪很可愛 我跟你講你今天如果 假設你今天輸了比賽 心情很過意不去 你就 然後打貓啊 什麼 什麼 什麼打貓 他不來了 他不來了 你知道我發洩嗎 我就打貓 不用發洩啦 文就可以發洩了 你就玩貓就可以發洩了 所以我已經輸比賽夠長了 我還要回來服侍他 不用服侍他 這時候就是他服侍你 像我每次心情不好我就說 該還在囉 然後我就把他抱在我胸前 然後把他兩隻手掰開 然後臉埋過去 大力吸人口 你這樣算強暴的一種 沒有這不是強暴 他也蠻喜歡被襲打的 所以你們 你們是兩情相悅就對了 所以這不是很強暴 貓馬都兩情相悅 對 他有說自己也會跑來吸我 所以你們是各取所需嗎 當然啊 差別是他不用花錢 我要花錢 對阿 好這邊看一下這邊第一隻教師 這邊 喔又是引刀開 應該又是引刀開了 然後這邊 REST又是個提速王蟲 因為他看到對面提到的空門 所以他直接判斷對面是一個 VR或VC線 喔公術教師 這就是我說的 就是 最近很多人會針對 針對就是 提速王蟲 所以他們會直接升功的教師 這也是那個什麼Parking啊 Super啊 配信他們之前開稿的事情 嗯 沒錯 三兵營公術教師 看一下 REST有沒有發現我 他只是三兵營嗎 如果只是三兵營的話 那感覺是一個 超超超 超 古老的流程 我講這個 我講那個人 不管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流程有多老 避孕奪怪那一點點東西 這流程我大概已經兩年沒看過 可惜是看到嗎 我看到啦 有提速王蟲是不是 沒有 他退了 哪有提速啊 沒有啦 他剛剛退掉了 然後之後呢 直接生狗子 看他覺得 對面是贏高開了 欸 那他有沒有覺得 被飄到啊 欸 還是看到VC了 而且有看到在轉 喔 爆狗爆狗 那應該沒事 我剛剛想說 欸 不是有提速嗎 好 這邊 瑞子開始爆狗 然後 先插一根第一次在二礦 所以 然後三礦放三個媽媽 然後狗住也好了 蟑螂也有了 嘖 那現在 看起來是 還行 好 找不到被殺到農 就好 但配人這部也殺不到什麼 直接散開了 然後 瑞子這邊有 直接生了兩個 監察王蟲 蛤 他還防一手引刀喔 這麼穩 他怕 對面是一個後手 畢竟你看到VC了 還是會抖一下 給點尊重 好 現在才幹著暗龍 可以 那等一下看到這麼多少兵 應該懂了 都懂了 就死了 那這樣一來一往下 感覺千奇瑞子還是比較 揮打 這樣工術到是還沒有死啊 好扯 那你看 這樣貓咪來給我嫖了 所以你不付錢就無散嫖囉 對啊 他會自己走過來叫我摸他 然後給你騎他 看來他也有這個取向 所以你家的貓是906啊 沒有啦 906 不能比好嗎 情獸 情獸不能 貓不是也是情獸 沒有 我家的貓咪是我女兒 不一樣 所以你家的地位就是 你家的貓 然後再來是你 然後906 沒有沒有 再來是一般人 你家又不會有一般人 你也算一般人啊 沒有 我說不是在你家裡的地位 那 沒有 他沒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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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慘了 這邊 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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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了一波火蟑螂 然後PASS 又轉了一個閃追哨兵喔 喔 這個狗進去了 可以可以可以 哇 但我覺得 前期這樣子搞下來 我覺得瑞斯 比較不好 來再上去 殺五龍 再殺個兩三龍 看到對方科技線 看到對方 VC 要閃追 沒事沒事 現在應該什麼都看龍 再下一個問題是 瑞斯的龍不算多 他只有63個 他現在要找時間趕快補龍 但他又同時壓力又很大 因為他不知道對面到底一波要不要來了 然後現在PASS直接去升 VB跟二攻了 那等一下的話 那波帶巨像 瑞斯如果這波龍夠多 的情況下 就前面的龍夠多 那他後面那波就會很難 喔 瑞斯要滿一波了嗎 瑞斯要63個龍打到底了 他已經 我跟你講 他現在這個礦間 這些都裝飾了 他要打一波 瑞斯已經發生了 封死了 結果發現瑞斯最近 他怎麼突然變得這麼 大哥的技巧沒學到 但是大哥的脾氣是學到了 喔 靠北 還有大哥也是 也是對桌子很不愛惜的人 我知道 我那一波比賽的時候 提到這些事情 喔唷 你那個假幻象巨像 怎麼可能被 沒有 這個幻象巨像只是 新主爆的爆火 他不是 要拿來就是幹嘛 剛剛那個 但是提議器有炸到一些東西喔 喔 能忙死嗎 感覺 後面還有狗包過來 有滿度吧 喔有抓球 沒抓到 沒事沒抓到 但後面還有 還有 有三個不朽 有閃追 這一波 這樣子打的話 母湯喔 沒事沒事 瑞斯再接兵 再接過來 瑞斯至少這波 要把身體打掉 打不掉這盤瑞斯就可以 就很危險 不過我看是打不掉了 那 那超危險 阿我覺得這沒了 哇 瑞斯打這一波 我覺得 不是特別的明智 因為 其實 這種VR開 衝突會覺得很難打的原因 就是因為 因為 你隨時都是在 就是 一種可能你會被一波打死的狀態 雖然龍是不夠多的 不過剛剛他發了石龍欸 沒有啦 不用緊張 他現在刷了這石龍 前提他這波要擋得住 你知道嗎 嗯 他這波看起來很危險 他對面有惡攻的 你知道嗎 只要這波Race能守住 那他經濟就會取得一個很好的 看一下這一波的陣型 阿 我幫我覺得這一波 我看這個陣型 我看這個冰 我就覺得打不在於 毒杯 毒杯 他立場都沒有 哇 等等等等 這個烈光球 他要射掉 喔好險好險 這個烈光球 炸掉全部的毒包 他要浴庫勒 真的 喔Race想包 他想包 包得還不錯 還可以 毒包OK 要進身進身 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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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麼漂亮 這波換掉 而且重點是現在這波 東西打不過狗的 哎呦這個直爆球 那直爆球殺了三隻 沒事沒事沒事 這個這樣子這波守住人 那前面那個優勢就拿到了 呃 走去 男角只是他 可以甚至換他危險 哇 剛剛那個剛好把立場用光了 剛剛 沒有主要是 剛剛Race找了一個他很好的陣型 就是 對面 很明顯是沒有打出他海戰團 那被他強行開了一波混戰 嗯 我覺得這次Race這盤做的比較好 好 然後同一間Race現在補了 再補個基地 欸 他沒有任何科技建築物 欸 完了Race又開始瘋狗了 他是要忙了啦 他要忙啊 我看他沒有任何科技 可是他其實可以忙欸 對他沒有造型欸 他現在只要不要衝 什麼衝正面被 被製爆球 來一把好大好大的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忙的 因為對面沒有 沒有東西打狗 Race的主力是狗 忙穿啦 現在是3比2嗎還是2比2 那我忙嗎 現在嗎 是嗎 呃 我想要 呃 現在是3比2還是2比2 3比2 3比2 對 可以嘛 喔唷這個製爆球 爽 咬他三塊把三塊咬就好了 不要 不要衝動 好 跟你們打說GG 其實我覺得這盤會是贏的 等說他最後那一波會這樣開的 是吧 現在是3 呃2比2吧 對啊2比2啊 對啊 我剛剛什麼3比2 我想說奇怪我沒有打 我沒有打5盤那麼多了 現在2比2啦 喔 可以喔 那這樣子感覺今天Race有機會 5比3 5比4喔 已經達成了你今天的預測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不知道今天 兩個人是 就是 都會這麼卡的在打 那你覺得如果是在這麼卡的情況下 這比較有優勢 肯定是重組啊 重組都不用控 真是城市啊 重組那個毒爆就滾上去就好 對對 其實我覺得 如果前面 兩盤他速度打得好 等一下你就吃別人 那意思就是說 Race其實在ZP的細節上面 我們先撇除 這版本重組比較厲害的這件事情 我們 老實說 如果以前期的細節跟博弈上來講 Race都是取得一個很難的 但是他的中後期很明顯是打得沒有配選者好 沒錯 就是他的中後期明顯還是 跟這些 我們所謂的韓國選手還是有差距的 但是他的前中期是可以讓他 是做的可能甚至比對面好 因為他的前中期都是創造一個蠻大的優勢 我只能說 你在ROG旁邊做久了也是有用的 你知道嗎 當然阿 你以為他去淡水喔 蛤 我剛才知道他是去韓國阿 他把Special打死阿 他那天的Chap好肌喔 他那天的Chap好肌喔 他那天的Chap可能會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梗 因為以前 以前Texo 有位群人叫AK 然後他去了韓國Prize屋射兩個禮拜 結果回來好像 原本以為他回來變很猛 結果回來好像三四連敗 然後就被戲稱去淡水 不要難過伊恩大神去韓國 ST那邊 學完一陣子回來 不是也再見了嗎 我剛才從韓國剛回來都沒有好下場 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五場地圖喔 寒冬之門的地圖 右下方是LP戰隊的Patience 在地圖的左上方則是Geneer Grand Wings的REX 而且 喔 謝謝 目前被大家再送給F0了 謝謝 謝謝你 讓我們AZ的 AZ的肝又好了一點點 好幹好幹 好幹好幹 喔 要光炮了 他竟然敢來炮我們家REX 我跟你講 他真的是 關公面前耍大刀子 他竟然敢來 敢來修我們REX的光炮 他是會當我們REX的塑膠 好笑的 就REX被他成功了怎麼辦 然後等下REX被他羞死了 就搞笑了 應該不至於啦 因為Patience的光炮是我看過的 不算強的那一種 恩 REX現在在無視 你知道嗎 沒有沒有沒有 REX在運用他豐富對光炮的理解 然後來思考這個光炮我怎麼打是最好的 好 奇怪他這個是要用States的那個炮法 你知道 就是 States是等下想要 這不是炮起來了嗎 他 感覺REX是要給他炮起來的 阿 重點是你這個希望你會不會被炮阿 沒有 REX看起來要差7跟D字直接把這個扣給 然後Patience已經開礦了 笑死 然後重組潰爆 真的潰爆 你剛剛講老半天結果 蛤 啊 重點是他也不是用那隻沒有血而去蓋 沒區別阿 我只要他已經潰爆了 他現在是沒有科技沒有經濟 礦還比別人慢 我的天 希望他只差3跟次你知道嗎 他如果差6跟 因為Dark之前打死是 差6跟 嗯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狗樹直接退了 你等下這個女王一號對不對 D字一號 直接二本下去阿 因為他已經看到對面的 兵營這麼慢的情況下 重洞怎麼 拿東西拿什麼手阿 我覺得他表情在狗樹退了吧 升二本吧 這時候我覺得可以重洞一波就打死了 因為神族 你看神族的什麼東西都超慢的 這第一次就是失敗啦 這第一次就是失敗啦 好像還放不掉耶 好可憐喔 欸欸欸欸 下面就是打被突破 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 反應 天啊 我沒了 好啦第一次決定要單狗 這樣就沒了 最爆 好 毒爆一波了 也行 這也是個方法 只是 我感覺沒有到特別的好 但是 現在這個是一個 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因為他現在僅僅就是巨大劣勢的成品 其實我覺得Penters敢 直接去開這個況野賽 因為我覺得 我在上面視角看起來 我覺得如果剛才第一次先重洞 就升二本 那個重洞審度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嗯 欸他想要看了 好現在上來卻類一下 重洞是什麼東西 唉唷 瑞子這個怎麼給他農民送來啦 給他看到這個狗 那對面不就有感覺了嗎 現在看他 不知道對面要毒爆一波 看他是不是按哨兵 我覺得這時候神爐可以按個哨兵 按個哨兵 那按個哨兵的話 那我覺得 這時候你才去升二本 是有點慢喔 電池也 唉唷 我覺得來不及了 欸但這個追力位置不好喔 可不可以在電池熬之前咬打 哇 來下來 太好太好太好 那這樣重洞真的很難打 下面有二本 沒有重洞 也撞不進去 哇這波 好緊張欸 我每次下面那個電池沒撞 如果剛才下面那個電池撞爆 把那個 哨兵咬了 衝進去 還有一丟丟的機會 現在只有一個機會 就是給他重洞蓋下去 那個地池可以爬進重洞吧 那這盤就還很大 不然基本上我覺得這盤就很大 好瑞子打出了 拒絕 我們恭喜 PATIENTS目前3比2 暫時停牽 對 就你剛剛吹了那麼久 就是沒有守好 哎呀 我只能說 對不對 沒關係改天再好好問他怎麼會輸 怎麼會守不住這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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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一下其實前面真的是瑞斯他 除了這一盤之外 每一盤都是瑞斯佔優 對 前面其實都取得不少優勢 只是在中後期的收尾階段都沒有做好 對 就是他endgame的能力做得好 不用緊張 下一盤 又是我們瑞斯選的地圖 好 雷鳥 可以可以可以 看來瑞斯就想跟PATIENTS打贏 可以可以可以 看來瑞斯就想跟PATIENTS打贏 跟你講有洛格清傳 對不對 怎麼會弱 他現在就是洛格的形狀 他還會被洛格塞滿 他被洛格填滿了 他的心海 然後 他在今二歲的時候下腹好像還是TRAP 對不對 GSO冠軍跟亞軍的精華都被他吸滿 跟你講 Rex是什麼年 2020年就是我們Rex的天下 2020年台港澳的世界冠軍 所以絕對是我們瑞斯大增最少拿兩屆 但是 在 在此預測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第六場比賽 地圖是雷鳥 在第五左上方 是來自GNLGWINS的REX 在地圖又下方的是 LP戰隊的 PATIENCE 我就不知道怎麼Rex認大哥之後那個大哥都會一帆風順你知道嗎 之前他是大姐 因為他之前是嘎姐 然後嘎人那時候IEM就拿一個冠軍 他認了ROG之後呢 ROG之後 也拿一個冠軍 但我認了的呢 要嘛不行了 不然就去當兵了 不然就神隱了 就很奇怪你知道嗎 所以你知道是誰帶衰了吧 不是 就很奇怪之前 Zest 對我覺得Zest就是我學習的目標 然後 他就 沒有成績了 然後 之後我去認了Classic 他就宣布他當兵了 然後中間一度我換成Nib Nib的佳女華就被淘汰了 然後最近認了一個新的叫Hero 然後Hero要去當兵了 我就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吧 你就 就很奇怪你知道嗎 欸 自由泡 Rex沒看到空泡喔 但是看到這個農民了 應該有感覺了吧 看到了 欸你有沒有看到 王蟲看到人有沒有看到 沒看到 蛤 我覺得成功了 這 Rex今天 Rex的狀態不太好 喔沒有辦法Rex想去三開 正好我看到了 還是其實他沒看到第一個農民啊 我覺得現在比較大的基礎 他沒看到第一個農民 Rex的視角現在什麼都沒看到 我知道啦 Rex沒看到第一個農民 他以為這才是珍塔農 所以等一下這個基地是 應該是有被炮掉的 這時候過來看到的時候 應該在罵髒話 剛剛如果早點看到 早點看到 那個對不對 就 就可以取消這個基地 那這就賺了 他不會還想再砲對面一個礦吧 如果再砲對面一個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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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這麼過分吧 呵呵 不知道為什麼我怎麼覺得就是這麼過分 不行吧 不會吧 沒有這樣子了吧 我覺得Rex看起來想要搶走這個礦 很康喔 撲不住吧 你還真的想碰嗎 我覺得這個 這個絕對砲不起來 不太可 我不行 他除非這邊只是點一個光炮 就點一個水晶 然後點一個光炮 我覺得這幾率高一點 Rex直接毒爆一波了 可以 但是Rex不知道這邊被藏了一個農民啊 他是不是要點一個光炮啊 他在等錢他在等錢 要點吧 要點要點了 要點了 要點了 點 沒點 那你點這個水晶幹嘛的 等到這邊是風水的 這邊是彩味嗎 喔這個狗過來 六個農民不能給他看到後面的狗 不能給他看到後面的狗 不能給他看到後面的狗 啊被看到了 哎唷我的天 在對面出哨兵 很像這個毒爆一波都打不起來了 我的天 又又要爆炸了 這邊毒爆狗出到前線了 這怎麼大呀 毒爆撞過去要G7了 這怎麼破啊 這怎麼破啊 這個 這怎麼破啊 哨兵都沒換掉 你看這時候 他點了這個 等一下又被一個光炮修了 我的天啊 人生絕望 我是還沒看到啊 我這邊看日子的視角是一片茫然 這局面就人生絕望 他還點兩個光炮帶個電子 那也太過分了吧 他要讓你狗咬不掉 喔 來一集來一集 看到看到看到 哇好險有看到耶 幸好有看到 嚇死寶寶 那如果說這個 這樣子打消的話 那我覺得好像沒有這麼慘喔 這個狗這樣咬習嗎 哇還好還行 那這樣看起來 我感覺由於 剛剛Patience點了太多東西 如果他點一個光炮的話 那我覺得Patience還分成 但由於他點了兩個光炮 帶一個電池加水瓶 全部都沒有打到的情況下 瑞士有搬一點點回來 但這局面神毒還是比較好 沒錯 哇 現在 但是 跟Patience的經濟 事實上 跟神毒差不多啊 科技好像快一點點 瑞士這個二本 會看到是下毒 飛龍 但是被看到了 算是 玩家有沒有看到就是這個東西 玩家有看到的情況下應該就是 生個閃爪 但他怎麼看得像是人沒看到的樣子 他會不會要野什麼東西啊 哇 你知道剛剛發那種事情嗎 不是 瑞士 把那個 那個就是 呃 就Patience他剛剛沒有生 沒有生閃爪嘛 他也沒有看到 但是他進去他自己也有看到 所以瑞士以為他看到 然後他就把他炸了 然後對面其實根本沒看到 哼 靠 然後瑞士直接說他橄欖蟲 也行 換擺聲也行 喔又被看到了 那這邊Patience應該這波要推 這波是Patience很強的一波 只要這波Patience那一波 把瑞士打死 不然我就能打 我覺得瑞士要趕快插地刺啊 他這不插地刺就 喔現在得超 他現在就是要做什麼 他現在就是要正面一堆地刺 然後 超多地刺 然後之後呢 把蟲洞開對面夾 然後再把對面換 然後再把對面換 喔引刀引刀 有沒有反應 有沒有反應 沒反應 瑞士沒看到 瞎了 來了 我跟你講瑞士現在使用他 欸怎麼在砍主堡啊 他老大的成名絕技 不是啊 他快被捅死了 成名絕技 引刀已經進來了 引刀在砍啊 四格了 而且三框那個 要繼續砍了我的天 喔 三框守住了 二框那個呢 主框那個還在砍我的天 而且由於這邊 配任斯是有攻防優勢跟閃追的 所以其實他是不怕百生蟲 其實打百生蟲的話 只要你的攻防跟蟲毒是持平的 你是可以打的 就是你第一刷二攻 你二攻 當然最好的情況下 是你二攻他一攻 這是最好的情況 但是 如果沒有前面的優勢 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以如果雅梅攻防是持平的情況下 閃追其實是不怎麼怕百生蟲 就是是個烏烏開的一個局面 哇 雙梅全部抓到 哇 最後被抓兩隻百生 哇 而且重點是這波小蟲還廢了 我剛剛是不是沒有空啊 因為他小蟲沒有飛到 對啊 沒空啊 奇怪 今天Race是不是怪怪的啊 他今天怎麼什麼都沒空 他就是出去HAPPY了 然後剛剛回來打的 是不是Race 他是不是 最近開始各位很開心 哇 全部的位置都被抓到 正常的啊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 打百生蟲就這樣打 就是把你的視野散開 把你全家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其實他這邊出這個VB 我覺得 特別好 因為 你巨像又不能 打空中飛的小蟲子 他只能打在地面的小蟲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不是特別好 就是 我覺得出巨像打百生 不是很好的 因為巨像可以打 但是他打那個會飛的 就沒什麼用 其實 百生嚴格說起來 不是也是在爬的 他是用飛的好不好 他基本上都是那個 他當他落地 他決定要決戰的時候 然後Race 現在出了九個百生 然後之後 他又下了VS 剩了三分 他不會現在 就這個容量 他要去跳大樓吧 好 佩璇轉成巨像 哇 這個狗 真的很難打 而且Race 有個最大問題 他沒攻防 他現在零攻防 零攻防 這是件很尷尬的事情 而且重點是 他一直想要嘗試 用這個蟲洞去多線百生 但是實際上 每一次都一直被PATIENCE打掉 這PATIENCE感覺也是很有經驗 就是你看他處理器 他一直把視野是打開 這件事情 然後百生最重要 就是把外面視野一樣 因為如果不打開的話 你就難處理 他怎麼莫名其妙飛了一波小船 然後他開了一個前面 然後百生從家裡爬過來 正面那個船 這應該只能打一個BY吧 他能打得掉一個BY嗎 時間都不夠 我的天 我是覺得這個很遠 你剛剛有看到Race的百生發生什麼事 沒有 他剛剛在百生這個位置放那麼多 然後之後他的百生怎麼出來 就是從他家裡爬過來 所以我剛剛一度懷疑什麼 他的百生要從家裡爬到對面的程度 進去再回到家裡 好了 這邊要轉大龍 但是對面不給他機會了 巨像閃退 貪命推出來了 但現在這波小龍放完 只要PATIENCE看到 他只要退了 就不用緊張了 其實我覺得PATIENCE敢打就贏了 我就 我就不知道他為什麼很慫 你知道嗎 他看起來就很緊張 就是 他感覺 蟲族其實是超多錢超多兵 但其實蟲族根本什麼都沒有 過花頭啦 這邊又有用愛之狂恩之掛 哇 現在門口雙方其實很接近耶 但這個時候其實對蟲族來講 非常不利 大量的撫飛 結果我們的PATIENCE 他已經聽巨像 他在轉閃電 轉閃電也沒錯 但是 主要是Race前面 你看他攻防 他直接去奔空軍的攻防了 我的天啊 神主該推了吧 閃電好應該 閃電好應該 三攻好應該就會強 但是這波強推 就不一定能打得下來 這個攻防也輸太多了吧 都三攻了 雖然部隊的組合神 神主是玩爆的 但是 零攻打全攻好就夠了 而且等下這四個巨像 其實少那個什麼大龍的小東西 站著大龍位置不好 第四沒有辦法掩護喔 你看他這擺成總 現在都不去這邊加 他就擺成總在打這邊 他知道他這邊只要守住他就會贏 因為PATIENCE打得太保守了 就如果你要打這麼保守的話 他 你的進隊導彈台 跟你的 航母什麼 比較早點出來 對 如果說 你要打這麼 你要打 你要這樣打就要打得很兇 就是 玩追列跟巨像這樣的打法 就要打得很兇 打得很保守 這樣玩就會很難 好 PATIENCE決定來一盤大後期 看起來 然後Race也決定 大家開爹吧 Race自己把一個人 這次也重待給Alan 我覺得 哇 這個三公的主象很強 我覺得這邊的質量差太多了 但重租有十幾個大龍 我的天啊 重租懸置大龍 他有十三條大龍 我的媽啊 開個位吧 這擺成重點已經是裝飾了 這擺成不重要了 現在重點就是這十三條大龍很強 超強 好 這邊你想要用這種白換的 但是神童還是有機會 這波還是很強 因為這三公 喔喔喔 跳進來直接硬點 跳進來強秒 追列打不打得過這十三條大龍 現在大龍剩下六條 好像有點不夠囉 神童要二七個追列 而且這四個巨像 這樣刷小童也是很快的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點可以耶 因為後續的隊在殺 神童可以啊 神童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神童的兵 是可以馬上蓄出來 重租是蓄不出來的啊 重租的老婆 有關在本的這一波 好啦重租應該是 常臨應該要輔助了 正面重租了 太客氣了 再給瑞士把橄欖憋出來 加這十三個大龍 尤其就翻牌 只能說前期 太烈了 嗯 嗯 不 打錯了GG 哇這個 糟了 瑞士竟然被光炮炮了兩分 太不應該了 太不應該了 你之前跟阿練 你之前跟阿練 他還會守光炮嗎 沒有啊 我沒有跟阿練 但我看他跟另外兩個 台灣的神主打 守得還行啊 嗯 也是守得有聲有色的 啊 我跟阿練 轉播比賽 在台下講的 頭頭是到的 呵呵 就上去爆開爆開再爆開 上去都在騙我 你騙我 你騙我還敢講 呵呵 好那我們現在PATIENT 是已經4比2 聽牌了 再一場就可以拿這一周的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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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你回顫一下 真的嗎 很緊張 快點 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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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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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